这咋跟开追到会似的呢 我听着不习惯呢 好了 差不多了 有请双方父母先回席继续观礼 好了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这个离婚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了 深情对唱 我都给你们想好了 最后一个环节你们两个离近点 然后就开始唱 边唱了就边走 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然后呢挥手再见 离婚仪式圆满结束 你们在这好好练 我一会儿回来检查 好不好 加油哦 哎 难道这婚 真的是要离吗 脸都被你丢光了 你还有脸说 如果真的要分开 我打算走 我打算走 再也不回来了 对了 有几人少王就跟你说了 行你说吧 再不说估计 也没机会了 你说吧 你知道味药放哪了吗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 药就放在床头柜第四个 之后第二个盒子里 你吃味药的时候能不能不要有凉水喝 你就拿一杯温水喝不行吗 还有 天冷了 过两天会更冷 你就拿一床厚被子 别偷懒 被子我就放在阳台的储物箱里了 到时候你拿出来的时候 千万要胆一胆 套上被套 每次都要我就说 然后 没了 你别哭啊 我 其实我非整着离婚一室 我就是想气气你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笨呢 非用这种伤害你的方式来挽留你 我就认个错 该干我这些臭毛病 兴许咱俩的日子还能往下过 我现在给你道歉 还来得紧吧 哎呀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为啥不练歌呢 啊 快点的 我跟你说 刚才我发朋友圈了 好多人给我点赞呢 都想让我帮他们主持离婚 你说现在这帮人怎么想的 当初结婚干啥呢 是不是 那咱这歌 还唱吗 唱啊 为啥不唱啊 赶紧的 哎呀我都说了 两个人 哎 站这么近 好好唱啊 你 照唱啊 快点不及了 还 err 要说再见 说再见吧 说再见 要说再见 说再见 要说再见 要说再见 就算别怕 要说再见吧 要说再见 故乡已在身后啊 你不想